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遇英文一起讀 搞沽童这个东西 好直接跳入题目 对男人的身体构造 不要讲不是构造 对男人的身体这个function 是蛮重要的一个东西 要是没有它的话 你会比较 让我讲直白一点的 你会比较没有信誉 说实在的 身为一个40多岁的男人的话 我是可以证实这件事情 I can attest to that 所以正好讲一个句子叫attest to 你知道test有testmoney或之类的 所以就是能够提供证词或之类的 so if you can attest to something it means you can 你是可以证明它的确是对的 这样子 OK Testosterone这个词就是高骨头 所以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比较没有生活的动力 真的是 那其中一个 等等我要强调就是 this is something that your body can naturally produce 这个是你的身体可以自然生产的 当然会有可能有些人跟你说 as you age 随着你年龄渐渐增长 as you age 所以age可以让动词就是变老 so as you age or as people age they produce less and less of this thing OK你就生产越来越少这个东西 它应该是个抗蒙吧 so you produce less and less of this抗蒙 可是你是可以刺激它的 at least in my opinion or according to my own physiology I can attest to the idea that you can actually boost or stimulate the production of testosterone within your body by doing what 就做什么 去健身 尤其是下半身的 所以听过一个健身教练 好像也是很有名的youtuber 他曾经说过 男人不练腿 迟早就扬尾 还是之类的这句话 所以这是真的 所以要是有做的话 你的身体真的会有明显的不同 我一开始一直讲这个东西 因为我就是讲搞固痛 OK 因为我们在这里讲一个题目 叫做两岁小孩接触了搞固痛 Oh my God 可怕的事发生了 我觉得这个标题 真的是我目前想过最click bitty的标题了 I am proud of it I'm not gonna deny it I'm proud of it 我就看这个东西 多少人会点进来看 好 所以来我们就往下看下去 先看这个标题 So a two year old 两岁小孩 showed signs of puberty after he was exposed to his dad's testosterone gel He developed pubic hair and his height was off the charts 翻译一下标题 因为是标题 所以可能文法 并不见得是非常精准的 尤其标题有标题的文法 所以一个两岁孩童 他秀出了后面这些的征兆 So showed signs of什么东西 所以He was showing signs 他秀出了一些征兆 什么征兆 of puberty 所以puberty就是青春期 两岁秀出了青春期的sign 你看可不可怕 在什么事之后 所以有一个after接下去 在他接触到了这个东西之后 所以这个expose就暴露什么的概念 把什么东西给曝光 或什么的就是expose 所以他被曝露在这个爸爸的这一个东西之下 So he was exposed to to what? 他爸爸的这个搞固酮的一个胶 那我们后面读下去会知道 这个就插在腋下啦 插在什么地方啦 插一插那个东西 被皮肤吸收了 你就可以不搞固酮 就这么简单 那很不幸的是 这个东西吸收的不好 残留在身上 然后传给了小孩 然后小孩吸收进去了 结果就青春期了 Holy shit So after he was exposed to his dad's testosterone jail 然后他就发展了什么东西 他简单说就长出了 pubic hair 长出了阴毛 标题里出现阴毛这个字 事实上也没什么了不起 说真的阴毛不能讲 So he developed the pubic hair 而且他的身高 整个爆表 所以我们讲什么什么爆表 就叫做off the chart 我觉得这个可以当标题 OK off the chart 爆表了 身高整个爆掉这样子 爆表 chart这个字我们可以理解 就像例如说 医生给你的病例 叫做chart 或者图表叫做chart 所以你这边有个 xy走的一个表 然后就是讲 统计两岁孩子的身高 他的身高就爆表了 所以应该很容易理解 好我们往下看 这就是孩子的照片 你看这个样子两岁 放屁 我深刻的记得 我的小外甥女 她叫做小溪 小溪四岁的时候 大概长这个样子 所以她的确有说 这个孩子才两岁 可是她现在看起来像是四岁 四五岁 所以这个孩子叫bonnaby 而且她发展出了一个蛮大的疾疾 继续看下去 所以developed a sizable penis n-pubic hair at the age of two 两岁 鸡鸡鸡大 然后长一毛 holy shit 好所以她是有长期的暴露在爸爸的这个testosterone gel的之下 所以doctor told his family this was caused by 这个被什么造成 by what 长期下来的prolonged exposure to his father's testosterone gel 好 好来我们往下看下去再看一些其他的内容 她每次带她去这个游乐场的时候 现在游乐场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 总之就是那个公园里面的游乐区啦 游乐场不要理解我也是什么amusement park 不是 那其他的家长就问她说 她怎么还在喝小baby的bottle啊 所以你看说 whenever Erika Brownsnell took her two-year-old bonnaby to the play area other parents would ask why a child his size was still drinking from a bottle 所以为什么一个她这么大小的孩子还用一个奶瓶喝奶啊 so why a child his size 所以这个片语这不叫片语 就是这种描述我不知道同学看的懂不懂 所以a child 如果我今天只讲 a child was still drinking from the bottle 这个句子你再看得懂 因为她的主词反而就是一个小孩还在喝的奶瓶 那什么样的小孩 她的大小的小孩 所以a child his size 你不用接任何的介细词在中间 这里就是两个名字走在一起 OK走在一起 我换一个我曾经记得的教学上的内容 我记得那个内容是 我们讲到那种海底的迷样生物 包括 包括那个很大的章鱼 那他们抓到很大的章鱼 发现了那个章鱼的眼睛 大的跟晚餐吃饭的盘子一样大 所以这个 这个 它有眼睛废话 所以主词再补进去 然后呢 我接下来就要补 跟餐盘一样大 那这里就跟刚的结构一样 你看它这边有一个 a child 名词 后面直接接什么东西的大小 有没有 所以这里一样 so the squid has eyes 然后 the size of dinner plates 这样是正确的文法 OK 所以眼睛是has的售齿 可是后面接下去呢 就是这个眼睛的补充资讯 它的补充资讯就是 晚餐餐盘的大小 所以 我这里可以补关带进去 which are the size of dinner plates 如果这样子比较好理解 那欢迎你这样子处理它 但总之这个结构 希望是你看懂的 All right 好 然后我们就往下看 他说 He looks like a little man 他看起来像个小男人一样 所以 所以曾经有一次 On one occasion she said a stranger remarked 就一个陌生人就 讲了一下评论 remarked that he looked like a little man 然后他说 she said some people had called him a viking 所以有些人叫他维京人 因为维京人你知道都比较大字 Viking 或者叫Samson 那Samson我去了解一下 就是那个犹太人 希伯来文里面 讲的就是 反正拥有很大力气的人 大力士之类的 也可以翻译成是太阳之子 这样子 Because of his muscular build 因为他看起来就很健 不是很有肌肉 这样子 Muscular 我们再读两段 因为我觉得 这内容都很扯 but it was only after Bronzell saw pubic hair around Bronzell's sizeable penis that she got seriously worried 所以这是一个强调句 it was 什么什么 that 这是强调句的结构 但是却只有在 他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他才真的开始担心 but it was only after Bronzell saw pubic hair 他看到了 又是刚刚的阴谋 看到Bronzell的 颇大尺寸的机器 他一直强调sizable OK 所以Bronzell's sizeable penis that she got seriously worried 他在担心 I knew it wasn't normal 他知道这个很不正常 这是一个43岁的妈妈 Toad Insider Insider这个网站 Noting that 他就强调着了 他的toddler toddler就是 大概两岁的小孩左右 他resemble大概四五岁的boy 所以真的长快了两年 下面这句我不太好意思念 可是我还是念一下 这没什么要不起 他说的是这小朋友 因为反正进入青春期了 所以他会勃起 所以他说 He would have massive sustained erections and his height and weight were off the charts 所以不只身高 体重也是爆表的 前面这一句 他勃起得非常的夸张 而且这勃起可以维持很久 He'd have massive sustained erections Sustain就是维持住的这样子 好 事实上我是听Podcast 听到这个新闻 那讲Podcast 那个Joe Rogan跟他的观众 笑到翻掉 而且一边笑一边还担心着 他会怕很多美国人 开始这样子搞 这本来是英国的一个报道 他想说可能美国人 听到这个新闻之后 哇 马上开始把小朋友就 青春期早点来没关系 总之我要你就比人家强这样子 好了 anyway 而且Joe Rogan说 他要把他下一个 那个喜剧特辑 叫做massive sustained erections 好anyway 来我们再往下看个 这边大概行 这大概还好 ok这没问题 不不不 这一段要看 接下来就是他 他进一步的这个先行发展 就说的是 他长肌肉长超快的 ok 所以他这边说 的确他们是英国人 add 所以这个Bronsell of Brighton Brighton对不起 England added He weighed 26 pounds at the age of one and put on over 2 pounds every month between the ages of 12 and 18 months the ages of 12 and 18 months ok没问题 来 这边再看一次 所以他在一岁的时候26磅 He weighed 26 pounds at the age of one and put on put on这边 一般我们理解为穿上衣服 这里不是穿衣服 这里是把体重加上去 所以穿上体重是跟穿衣服 在西方人来说是一样的概念 ok so put on多少呢 every month 两磅 所以他每个月长两磅 over 2 pounds 两磅以上 every month between the ages of 12 and 18 months 所以在12周 12个月到18个月的这段时间中 所以也就是一岁到一岁半的时候 他每个月还加两磅 而且不是脂肪 全长肌肉 it wasn't fat just muscle 青春期长 muscle 超屌的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的大概是几个 有趣的就是 一些病理学的词 你会讲他看着干嘛 我知道一下也好 你看我们中文讲小儿科你会讲吧 小儿科 内分蜜科你会讲吧 你会讲 英文会不会讲 不会 我们学英文的目的不就是 我们把我们中文会的东西 都可以转成英文吗 所以学校小儿科会死 不会吧 所以下一段讲的就是一个 这个doctor叫做Tony Hose Pediatric Endocrinologist 所以Pediatric这个词 不要 Don't be afraid 字很fancy 没什么了不起的 Pediatric就小儿科 你看到Ped Ped Pedal之类开头的词 就是跟小朋友有关 所以有个词叫炼童Pedophile OK 所以Pediatric小儿科 所以这有什么不知道的呢 所以看到Pedal开头应该很OK 好 然后下面这个字 也是我们可以理解一下 这是内分蜜科 所以Endocrinologist Endocrinologist 所以它是一个内分蜜科医师 而内分蜜学就是Endocrinology 内分蜜学 那这个字我们也看一下 你看到Cring的这个字 我就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们讲过一个词叫做Cringe 很久以前 Cringe Cringe就是你 你看到一件事情不太舒服 你整个心都揪成一团了 Cringe 所以我看到有人在吐 吐一吐 我都觉得我想吐了 说I cringe at the sight of somebody vomiting 大家懂的意思 Cringe 那也有一种喜剧 叫做Cringe Comedy 我很喜欢的一个叫做 办公室风云 就叫做Cringe Comedy 里面就会演一些 让你觉得 很替那个角色感到很丢脸 很羞愧的一些情节 你就会觉得 Cringe这样子 好 CringeOK了 所以Cringe就里面会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把它翻译成内分蜜学 好像也不错 Endocrinology 好了OK了 All right 好 然后下面看到的 就是说他爸爸到底会是怎样 所以我说简单一点的好了 但总之就是 他爸爸会插那个东西 因为爸爸年纪大了 然后分泌的比较少这样 所以他就会插那个Gel 好 我们把这段再看一下 所以更进一步的测试 就Rule out the most common causes such as endocrine tumor or a congenital disorder that affects the adrenal glands 对不起 所以他们对待做这些测试 那这些测试就排除掉了一些可能性 Rule out就是我们有讲过 排除掉 Rule out最常见的一些成因 就小朋友突然间发展这么极数的成因 包括一些什么呢 such as 就是内分泌的这个瘤 endocrine tumor 或者是一个congenital disorder congenital就先天性的 所以这边多学一个字 先天性的 congenital congenital 一般看到genital这个字是生殖器 生殖器官的那个生殖器 genitalia是名词 生殖器官 但跟生有关系 所以congenital就是跟你生下的时候一起出来的这样子 所以congenital先天性的 酷 应该不是第一次看到adrenaline 所以有时候你突然间肾上腺素爆表 adrenaline rush 有时候加一个rush 当成那一个名词 好 那这里没问题 再多看一个这一段好了 这边说的是他怎么去弄上去的 因为他说的是他老婆跟这个老公轮流照顾这个孩子 那等到他老公那个回合的时候 他就会 他人生的routine就是要照顾孩子 我先插好我的这个稿固酮 我再抱小孩 所以这一招就错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bronsell said that she and her artist spouse took turns caring for bonnaby while the other worked 所以他们会轮流 他的artist spouse 也就是他老公事上这个艺术家 spouse就是你的另一半 ok 那took turns就是轮流 所以动词就是took turns 所以she and her artist spouse took turns 干嘛呢 caring for bonnaby 照顾parnaby 当另外一个人工作的时候 所以the other worked 也就是说我照顾你工作 所以这边用the other 就是两个中的另外的那一个 那这个爸爸呢 frequently watched him in the mornings 所以爸爸是早上雇他 his shift would begin after he applied the testo gel 这是他的品牌名称 所以老婆说了 他老公的班呢 会在他涂上testo gel的时候才开始 before describing the 65-year-old father as a hands-on dad okay 那而且他要描述他 他的老公是一个hands-on dad 你从这句话就能够推断出来 他照顾小孩真的是亲力亲为的 他不是说我看着我的小孩 我的滑手机 然后小孩在那里玩 这样就不叫做hands-on 所以hands-on这个词 很多人履率表上很爱用 爱用到很多写履率的专家都已经建议 你不要再写这个词了 因为这个词听起来实在太vague了 你不如描述说我替公司今年赚了750万 oh that's more practical 或者你透过了什么事解决了公司网路的问题 you know describe in a little more detail 不要只说你是很hands-on hands-on就的确真的理解为是 你的手是愿意摸下去的 就是hands-on okay so if you say you're a hands-on type of person 就是你很愿意卷袖子起来干 这样子 okay 所以hands-on是这样的意思 我用讲就好了 中文我就不答了 所以他说 他描述他老公是一个hands-on dad 表示他照顾小孩真的是蛮努力的 那也就是说 你的testosterone gel 就会转移到你儿子身上了 好 好啦 所以可不可怕 我觉得这个东西算是有点蛮可怕的 如果你没有兴趣把它读完了 我先告诉你 他们说要是你停止之后 这个baby慢慢会回到正常 其他的发展会慢慢catch up到 他的身体上的发展 然后他就会变成正常的男孩子了 Hopefully OK alright 好 我们讲到这里大概也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